你 你说你怎么那么笨 平时那点聪明明都到哪儿去了 家的家的 我 我每晚都冻得半死 白天还要跟姓胡的去寻山 我哪还有精神头啊 要我看 咱还是算了吧 你说什么 你说犯的着犯不着 我要是不这么对付他们 他们就会这么对付我 连你都这样 那我还有什么叛徒 不是 阿丹家的我 别我不我的了 你不想干什么 那不干就好了 不 阿丹家的 我干得了 我干得了 只要你阿丹家阿妹我做的事情 就是父当当虎啊 我也要干得了 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真心话 这还差不多 也不枉我平时 对你那么好 你啊 给我悄悄地请进信物的房间里头 好好的给我搜一搜 看看她这狐狸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放心吧 阿丹家的 我一定想办法进这屋子看 我小锁子不是白叫的 偷东西 这我在行 干吗你能的 对 阿丹家的 原言说那黄肯子还在手吗 是不是我探那道情报 你就奖励给我呀 黄肯子算什么 你要真立功了 我重重有赏 真的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 等等 过来 外边天冷 多穿点 别冻着啊 放心吧 二边家的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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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 好 火压好了 开水也弄好了 要是没啥事 我俩就先过去了 行 您早点歇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国际远处 就蜡月二十一了 蜡月二十一到蜡月二十七落日之前 六天六夜 要往返三百里路 山高雪深 破斗陆滑 再加上豺狼虎豹 二零三 小分队战士孙大德向你保证 一定在蜡月二十七日落日之前 将姚子荣同志的情报 送到你手上 张队 二零三 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保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东多壮事 慷慷 慷慷 覆墨摇 只为藏身孤 不为西斗路 呼嘱 九云 你眼睛红得厉害 你得休息 他们会察觉的 我知道了 不赢 不赢了 不赢了 我走不动了 你们先走吧 我说小嫂子 就你这两条胡萝卜腿 就带我们这儿满山的跑啊 能不累吗 真是怪了啊 你说咱威虎山有那么多的明道 暗道还有密道 咋不带我们走那儿呢 明道大伙都知道 暗道密道只有六爷知道 这你不懂啊 不该问你别问 行了 赶紧起来走 还得回去给三爷报平安呢 九爷 你们先走 我歇一会儿 马上就追上你们 行 那我就把你的原话 跟三爷说了啊 九 九爷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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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走呢 走前面 好 还能走呢 不要打草惊蛇 记住了 стве 今年 我 哈 say 山 地 够 议 浩 来 九月 三爷还有诸位当家的呢 当家的都出去了 九月 您看 您现在都是老九嘛 怎么说三爷 也得给您个作词不是 奶头山都花大了 作不作词的 没什么意思 只要三爷能收留我 我就吃足了 老九辛苦 三爷在这儿猫着呢 妈呀 眼睛都熬红了 三爷这眼神真够好的呀 三爷要是眼神不好 怎么能玩雕呢 老九 我看你好像有新事啊 是啊 你说原来在奶头山 咱就是个臭羊马的 是个马号 跟这正三炮 还有许家四虎 也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天天除了跟马大交道 哪儿寻过山啊 就是吃饱了去睡 所以说 三爷是多么地看重你 你要是觉得累了 那从明天开始 寻山的事就交给老六吧 你好好歇几天 也好 二棱家子这么一说 确实有点累了 那我就歇着了啊 那就歇着吧 等等 腰排 你看我这脑子 好歇着 接着 三爷 老九回来 我这眼神现在真不行了 你说我俩到底谁玩雕呢 当然是您三爷在玩雕 三爷 二棱家呢 敬他五美 未找到机会 知道了知道了 老姐 你今天不请屠事了 看你说啥话呢 啥屠子呀 毛主席 你咋怎么屠子啊 我们先聊 我们俩咱陪陪 好 好 你烂不来了 小长宝 他非要来送送你 是有话要跟你说 你咋到这儿了 不好意思说了 我哪儿不好意思说了 那你说吧 我 还是你说吧 说 小长宝啊 他喜欢我那个小圆镜子 可是我那个小圆镜子 是橘大姐送给我的 我不能送给小长宝 你啊 到了牡丹江以后 要是看见有卖那个小圆镜子 就给小长宝买一个 毕竟是个小丫头 暧昧 过来 假小子还是臭美的 你说谁假小子呢 不是 你不是假小子 行了 你们俩人家闲闹了 高波 我叫点给你的任务 你听清楚没有 没问题 白柱同志 保证完成任务 好 高波兄弟 勇气大哥 勇气大哥 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 没有 等着你们回来过年 过年咱们一起包饺子 好 包饺子 好 准备好了 出发 三兄们 上车 准备出发了 出发了 注意脚下 注意脚下 拿好自己的东西 好的 照顾好大伙 放心了 快快快 回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啊 好的 快回去吧 大家 您还要怎么估计 小火车 没办法 如果您 gaming 快来 ministry Studio 你说什么 小火车又开了 是的 我刚刚看见 小火车 从前面向下驶过 下面全是一些 加毕国的农民 还有一些军人 前往方向是牡丹江 我真是让他早走了一步啊 请不吝点声 咦 什么 请 请您指示 你们老大在哪儿 他这两天在林江腿 我这儿就让他过来见你 不用了 我这边有急事 咱们现在去找他吧 是 我马上去背爬里 等一等 我总觉得身后有影子 对不起 是 是 对不起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学生 好 是 好了 这对不起 三爷 三爷 等年冠暴动拿下了牡丹江 我一定到市里找一个最好的裁缝 就按照大帅副的样子给您整一套 让三爷穿上旧卫灯背花 我说要穿了吗 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穿上呢 您一定能穿上 三爷 您找我什么事啊 那啥 我心血来潮 想合起大金刚和卫武厅搬我山子 那我 我 我 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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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连日寻山 毫无纰漏 三爷呢 特地安排厨房备下酒席 慰劳老酒 诸位 请 慢 还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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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离大年三十也就八九天了 三十晚上可是三爷的坎子 对啊 梁台 今年可不比以往啊 这百鸡宴你是咋预备的 崔姓忙得樱头转向 我还没来得及安排呢 吹 笑话 百鸡宴年年你做头 不是 老二 这都啥日子口了 还没个谱 你可别忘了 今年是咱三爷 令是大寿呢 对啊 人生一花甲 岁月两万天 那当然要大庆啊 三爷的命相 及来年的运势 我早推算过了 紫薇照定高官命 俘禄双全 甲子宁 花甲之年焦大运 郡把得齐 盖世尊 好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 前生西北 为朕露林 迅望东南一片云 金雕不克楼金狗 蒙湖长相关东春 啥意思 啥意思 好听的话呗 兵八字 能不能说些人 听得懂的话呀 三爷的报号里 正好有一个雕子 我等追随三爷虎聚 微虎山 待来年一开春 那必定是蒙虎下山 长孝关东 大展宏图了 那什么 今年这百集宴给整点牌场出来啊 我请了两位贵客上北谷山来了 啥贵客 比三爷还金贵 放什么狗屁 有什么贵客 能比咱们三爷金贵的 是奶头山的正三炮和许夫人 谁 三爷 这两个客人请得好 我跟他们俩也是有日子没见了 正好叙叙旧 使顺手了 就留在咱微虎山 可有一样啊 我跟你们讲的那个 蝴蝶蜜跟正三炮那点破鞋的事 给我兜了他 别笑我说的是真的 老九 老九 你是害怕蝴蝶蜜挠你吗 不是 这话说的挠不挠他 先不说啊 关键这 这 这娘们他这 撒起波来没完没了 正三炮我当然不怕他了 这 这 三爷 什么时候到啊 二杆子他们 已经拿着三爷的勤俭下山了 要是路上没有什么状况 年前准到 年前 好 我得准备准备啊 三爷 到了咱的地盘 咱不能丢面子不是 那对呗 谈算啥呀 那都不是恶 除了咱微虎山 除了咱三爷 剩谁包吃 是不是啊 说太好了 来 一块就三爷一碗 九爷 九爷 九爷在吗 九爷 九爷他没在 他出去了 你找他有事啊 二当家的让我叫九爷 啥事啊 啥事不能跟你说啊 九爷不在那算了 我先忙去了啊 看看什么 看看看看 这镜子多少钱 一元钱 好 我要了 好的 高伯哥哥 你买镜子干什么呀 这好 我知道了 高伯哥哥 你肯定是有自己喜欢的姑娘了 一般这种镜子 都是买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姑娘的 臭小子 静下属 走 看看有没有卖煎饼呢 好 高伯哥哥 你还喜欢吃煎饼呢 不知道 我们小分队啊 好多从山东新来的兵 他们要知道有煎饼吧 肯定特别开心 高伯哥哥 你看 现在你回来了 前些日子 我舅舅也回来了 可是我杨伯伯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杨伯伯他有任务啊 怎么就数他任务多呀 因为你杨伯伯 他是一个侦察英雄 那我居妈妈呢 哥伯哥哥 你怎么了 居妈妈 居妈妈 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好久都不能回来 她去执行任务了吗 对 去执行任务了 那她去执行任务之前 怎么都没来看我一眼呢 洪海 老大你得走一趟带人下身 上哪儿去啊 你去趟深河庙见老道 年关暴动事关重大 我老怀疑他背着我 跟大锅盔的人密切联系 你说万一将来咱们又出仁出力的 那不是给人家做嫁衣了吗 不会吧 不得不妨啊 人心都隔着肚皮呢 这回我得让这老道给我一明确的说法 你这回去 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以前我对他客气 是因为我怀疑先遣图搁他手里呢 我怕他啥时候对咱维护山看着不顺眼了 再把先遣图给了别的山头 那你说我这么些年的夙愿白费了吗 你说我对得起我爸 对得起我爷爷吗 现在不一样了 先遣图已经搁我手里攥着了 谁要对我不客气 我就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我明白了 三爷 一座毛乃我卫护山八大金刚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 他老道也难辞其咎 那我就跟他翻脸 给他来点横的 让他知道知道您三爷的虎位 那啥 此事绝命啊 除了你我 不让人知 啥时候同身 马上下身 人不治鬼不久 喂 报告 爬里已经准备好了 我又在外边仔细观察了一圈 周围没有人 如果您要是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现在就出发 走 小心啊 没事儿 咖啥 着 好 救命 走 报告 进来 司令人 小高同志 司令人好 辛苦了 小高啊 乡亲们的年货都够齐了吧 多亏了收购账的同志帮助我们 不到半天的时间 乡亲们就都把自己的东西给出售了 好啊 明天早上下火车七点出发 往回买的东西都买齐了吧 齐了 乡亲们的年货其实都挺简单的 就是几尺花布 几斤白酒 还有就是一些鱼虾 还有小鸡仔 小猪仔什么的 再有就是明年春天要用的种子了 他们有了这些东西就是挺满足的 剩下来的钱 就等到来年春天开展播种了 好 虽然买的东西不多 但是这是乡亲们 对新年和新生活的期望啊 是 来 坐 来 来 谢谢司令人 来来来 坐下车 是 喝水 谢谢 你们要时刻警惕 不能放松 要确保乡亲们平安地回到家屁股 放心吧 司令人 敌人是不会甘心我们过上一个安稳年的 这帮土匪出没无常 凶悍善战 稍有疏忽 我们就要吃大亏啊 是 我们一定加倍提高警惕 好 来 坐 另外 二零三的信我看了 我同意把蓝萍带回去 但是押送任务 异常坚决 我知道 出来的时候 二零三特意交代过 这回军区派了一个班的力量 保卫小火车 还有一顶轻机枪 再加上张大山 李三妹 我 还有马保军和余典礼 这回一共是两个班的力量 好 蓝萍这个人 异常地狡猾 在押送路上 一定要睁大眼睛 防止他意外逃跑 如果出现不测 要坚决地戳掉他 是 考虑到最近斐特猖獗 小分队经过几次战斗 有所检员 我想 再给你们调一个半的兵力 压缩卵皮回家批勾 然后就留在小分队 参加智续维护战斗 的战斗 谢谢司令员 现在小分队 都已经掌握了滑雪技术 我觉得补充战士 也一定要会滑雪 不然会影响 小分队的战斗速度的 小哥同志不错嘛 考虑问题很仔细嘛 看来没有白根二零三啊 好 我马上给你安排 谢谢司令员 小哥哥 这事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没事啊 不用麻烦你 这些东西怎么能 你高波不在 我干这些活儿 肯定比你利落多了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了 我 你找首长干什么呀 你这现在老杨和成品 连消息也能干啊 我当课打课 你老拦着我干嘛呀 干什么呀你 我这不都想给大伙 多一边点吃的吗 我找二零三也吃 你还在这儿呢 怎么了 报二零三 我做了一坛辣白菜 想请你尝尝 这辣白菜可好啊 大冬天的怎么都不动 走到哪儿都是菜 我还特意多放点辣椒 抗寒 报告 进 二零三 军分区来电话 小伙车明天七点 从牡丹江返回夹皮沟 还有 军区还增加了一个班 协助高波他们 押送鸾瓶回来 太好了 这回把鸾瓶 押到了夹皮沟之后 千万不能让他再跑了 是 二零三 陈日介事了 二零三 咱拉白菜 走了走了走了 哈白菜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水 水开了 喵鸾瓶 走 走 走 不是 走 不是 要干啥呢 你那些 喵 废话 不是 到底要干 这 带我去哪儿啊 干啥呀 走 不是 大军 你们真是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少废话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们不是把我 拉出去墙壁了吗 蒙上 还蒙上 那不就是要墙壁吗 少废话 大军 我该说的 我都说了呀 大军 我 我 我还能立功呢 大军 我 我 我 大军 我还能立功啊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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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死啊 大军 大军 我不想死啊 大军 大军啊 大军啊 我 快走 快 快 快 说 同志 我让你带来了 同志 辛苦 文明 咱们算是老相识了 这一路你给我放老乎脸 要不然别怪子弹没长眼 在下不敢 在下不敢 带走 同志 那我们出发了 一路小心 好 一路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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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 走 走 走 寐静听你 走 你哪里 走 老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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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爷爷看起来了 原来是刘大当家 近日来此 找我何事啊 何事 这不快过年了吗 三爷让我过来看看你 是别问你俩事 好 好啊 那就里面行吧 甭里头说了 就在外头说吧 我问你啊 一座毛是不是来过你这儿啊 没错啊 来过 人哪 走了 走了好几天了 怎么 难道他没回山 回山我滕江还问你啊 这可就怪了 莫不是他中了贡军的奸计 让贡军给抓了 你说什么 老大毛 一座毛乃我威虎山九大金刚之一 他要是让贡军抓了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头 一二十分隔